跨文化下的儒家伦常 正道与制道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9月26日早上8点半 在台师大社科院隆重展开 此次研讨会除了邀请到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长黄俊杰教授 也邀请到许多日韩学者一同参与 第一场的主题演讲为东亚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人政论述及其理论问题 主讲人为黄俊杰教授 主持人为华汉大学校长朱建明先生 黄俊杰教授指出 中日韩的人政论述皆在不同程度之内 要求统治者是名如子 并着重具体政治措施的推动 整体来讲在中国儒家人学论述的展开 它的基本重点是具体的人政论 此次演讲参与人数众多 观众反应热烈 台师大东亚硕的陈玉甫同学也认为收获丰满 我觉得在日韩正道理制造的银桃花 让我们重新检视台湾与对岸的关系 台湾与国际间的定位 那一样在收获学圈的影响 我们该如何去阐述我们的政治 那我们国民应该做什么 以我们的执政者所呼应 对那就是我们再重新思考一种 国学与政治上的新结合与新可能论 我们的政策